大林石德小安时代的昏黄 八次中国顶级联赛冠军至今一对门铺 04年进入中差后 石德与万泰也拿过两次冠军 试用仅次于横帮与吕能 12 13赛季有多达四支东北球队争认针差联赛 中国足球队首次世界杯梦农沈阳的五里合体育场 2013年 大林石德放弃注册 彻底温温在历史成河中 上各校季 长春奥派在最后一轮二元降级 新赛季 中超在场即有大连一方一之独名 而承载着几带人足球梦的五里合体育场 早在派生中轰然倒下 在端三省经济流雨垫底 整口不断温游的半形势下 东北足球也未能信任 目榴来上 而是在金融足球政策的冲击下 同样关于寒冬 只不过 这个冬天 个人也更长 上上个下季 元军复得与阳云洪运双双降级 上个下季 长春外太降级 阳云三帝降级 大远一方也是在最后一轮击败同流 东斗球队的长春外太狼狗狗狗狗狗 要不是有问答这个军主的不断输血 一方的命运恐怕有同样惨战 也避免了中超无东斗球队的尴尬 就在所有人分方通缉中超连锁 军营来的金融足球时 突然发现 在争夺足球世界里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没有资金投入 建立了大牌人 成绩差留不住威秀球员 只能靠冒血续腻 竟然更加得实力不济 迟至今日 东斗球队的职业足球运动员 仍旧是国内最多 较明更是出产职业球员的第一大省 结束不久的亚洲登场 二十四人大名当中 有九名东斗球队角 东斗球队的人才遍地发光 就是不长在黑土地 新化季 张超仅有大连立方一只东斗球队 中甲有长春样态 非能将火山明权 辽民红令方之球队 总共四只球队征战中超五中甲 这是近十个队季以来的最少数量 过去十年 至少有五只球队 同时出现在中超中甲的赛场上 巅峰时期都拔虚军 张超更是有四只东斗球队 同时征战的盛况 东北足球队最寒冷遗迹 名次其实 然而 情况还会更糟了 上赛季将前到几分一方新赛季 从天军全阵阶盘主教练斯康熙 新联林静 纳弗莫斯中场 和纽西克 来万克前封博阿腾 国内球员赵宁建 赵旭日 李建冰 杨胜平 秦升 是动作最大的球队之一 再加上上赛季的卡拉斯科一阵台 上面实力看似大增 新赛季的一方 打住东斗足球在顶级连赛的最后招牌无忧 成绩有望向前甚至挺进全市 而装甲的三只球队 要看新赛季有进有出 实力仍在 能否和东中超 看来 东斗足球的寒冬 离春天还很洋软 但要想赞了也不容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